来看这个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去介绍变量 然后这个变量有什么样的特点 这样我为了方便大家来去记 我这么来 我就用中文 但是原则上是不建议用中文 然后来去启名的 但是呢 我现在大家初期学习 我就拿这个来去给大家命名 大家知道就OK 这样你在复习晚上去看的时候 方便一些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 我就先加注释来去说 第一 什么是谁呀 变量 对吧 然后呢 我们通俗的理解的话 可以把变量理解成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容器 对吧 它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容器 那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容器呢 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容器 因为啊 我们在开发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说一个值100 对吧 那这个100 我在后期还要用 然后呢 那我为了 我这儿用了一下 我后期还想去用的话 那我怎么保证 我后期还能够用它 我们往往是不是就把100 给它存到某一个地上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去 有点类似于什么 相当于寄存 你去超市 是不是有一个存东西的棍啊 然后我把东西是不是临时存到那个里面了 嗯 然后那棍儿是不是都有号啊 对 是不是啊 超市是不是有存东西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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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棍儿的号 是几排什么 或者是是几号棍儿 是吧 然后那我们变量也是要有名称的 但是它区别于其他的编程语言的话呢 我们Python 它是一门叫做弱语言 啊 弱啊 所以弱语言的话 它对数据类型在变量声明的时候 数据类型没有要求的那么严格 啊 然后也就说呃 变量声明的时候 然后对谁呢 对这个呃 数据类型 然后呢 就是变量声明的时候 对数据类型呃 不是很严格啊 怎么个不严格反 然后来去说 然后呢 在加卧当中声明一个变量 或者在c当中声明变量 往往得是int 等于100 是不是这么声明啊 或者这么来去写 叫frot frot是辅点型 就是带小数点的啊 然后等于9.9 然后都会这么来去声明 但是Python不是 Python的特点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啊 Python的特点是 你不用往上面专门说 我是什么类型了 我这个A到底是什么类型 取决你后边给我 负什么值 啊 比如说我给他负了一个什么值啊 100 100的话 那我就认为A是什么类型啊 对 A就是整形 好 所以我们变量声明的格式 我先说一下 啊 他的一个格式的话就是这样 叫做变量名 对吧 然后呢 下边是个等号 是吧 后边是不是就是一个值了 很简单 虽然简单 但是我们衍生出来的东西很多 第一怎么起名 是吧 其次我可以给他负什么样的值 那负了值了 我怎么知道它是什么类型 所以我们在这儿就会有一堆的疑问 啊 第一 我们先看第一个疑问 然后第一 怎么起名 对 怎么来去起这个名 起名指的是不是就是变量名的一个命名啊 啊 然后第二 然后我可以负什么值 啊 其实负什么值就是只有哪些数据类型啊 啊 可以 然后负什么值 负值 负什么值吧 我就这样写啊 什么值 然后第三 还有思考什么 然后 我怎么知道它是什么类型的呀 啊 有哪些数据类型 所以我们要带着这些疑问 然后来去看单纯的这一个负值过程 对吧 好 那第一 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 啊 然后就像超市 你存东西一样 然后他会给告诉你 你存到几号箱子了 然后下次你取东西 是不是就找那号箱子就好了 这时候在我们编程当中的话 我们就是通过起名来去 这个名 然后你要见名之意 我只要看到这个名了 我就知道它存的是什么东西 啊 比如说我起个名叫内蒙 对吧 那我就知道内蒙 后边存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姓名相关的东西 啊 所以这就叫见名之意 比如说我在这存了个张三 然后我起了个名叫A值 那我给他个十九 那我就知道这个变量名是不是就是年龄相关的了 所以我们尽量要做到什么 叫见名之意 对 好 那怎么做到见名之意 所以我们来去说一下他的命名规范啊 就是变量名的 是不是叫命名 命名规范 那大家预习 你有没有看到那 你有哪些名名规范啊 大家就记住那个骆驼了 是吧 还有啥 对 你得首先在记住骆驼之前 你得记住最基本的 只能是字母数字下滑线 是吧 能有特殊符号吗 美元符号可以吗 可以 来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第一点大家再去命名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在这块来去看 第一 然后字母数字什么呀 下滑线 到这符号行不行 我们可以测 所以在这的话 大家要记啊 字母 然后我们统一了数字 然后OK 然后还有一个叫下滑线 那刀着符号行吗 可以 是不是美元符号了 然后那行或者不行 你起个变量名就知道了 对吧 好 我起个变量 A 对吧 字母没问题吧 A1 然后等于100 大家看 这时候没有报错 然后只不过报灰波浪线 那这是格式问题 格式 什么格式啊 我 然后呢 之所以不给大家说 PEP吧 就是他东西罗列太多了 然后我边讲 边给大家来去说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上面就没问题 而这儿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这是为什么 就是他其实就需要啊 在声明的时候 是这儿有个空格 然后这儿有个空格 然后这样的话 才是他标准的一个什么呀 格式 对吧 才是他标准的一个 哎 然后才是他标准的一个格式 然后呢 那如果你现在 那在这儿 你会手动的咔咔 给他交有空格吗 不会 那你就用快捷键吧 对吧 所以你就直接快捷键就OK了 啊 然后你看啊 我就还这么写 等于多少啊 100 然后出现这个了 那格 哎 我按过了啊 那格式化一下 是不是自动就OK了 嗯 好 那这是这个 那没有报错 对吧 好 我再来一个啊 比如说来个A加号 等于 然后200 哎 格式没有问题 但是 只要大家看到波浪线 不是灰色的 而是什么色了 红色 这就很严重了 是吧 啊 很严重了 然后呢 红盘一般在踢球的时候 都要干嘛了 罚下了 是吧 就很严重了 那黄盘一般是个警告 是吧 然后呢 那我们这块的话呢 也会看到黄色的啊 然后呢 大家如果格式不对 它就就就是一个灰色的 大家知道 但是红呢 肯定就不行了 为什么不行 啊 那就说明 它在命名的时候 是不允许这个符号了 好 那我给它换成个刀热 是吧 然后 刀热 然后在这是不是也是这事 哎 我换一个下滑线呢 说没有 没有问题了 嗯 然后有同学说啊 我在这再写一个 A 刀热 然后 B 是吧 等于 然后什么 123 啊 或者就就就不是 这个123 不加引号也行 但是它这是不是还是错的 嗯 嗯 我给大家的课件上的命名规范上 没有 有刀热符吗 没有 我得看一眼 皮 没有 啊 吓我一跳 大家在那那么多人说刀热符 然后呢 我以为我课件上给大家错了 然后误解你们了呢 啊 那刀热符是在加网上 或者那个什么上市有的 但是在Python当中只有这个 啊 字母下发现 其实你验证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验证出来了 是不是 好 所以记住这个啊 然后不能这么用 对 其实啊 呃 说白了 工作经验是怎么来的 踩的坑多了 经验就出来了 尤其编程 你别怕 别害怕出错 出错 在学习接管当中 出错反而是好事 因为你在学习过程当中 出了错了 你下次是不是就长记性了 啊 所以啊 别害怕出错啊 然后出点错的话 没关系 自己解决不了 跟同学讨论 讨论不了 然后问我 啊 啊 中文 虽然可以 但是不建议 你你编程的时候用中文吗 可以 但是不建议 所以人家 这个规范啊 是针对于全世界的人 所有 然后韩国 日本 什么什么什么 法语 然后这个规范是针对这些的 但是你说能不能用中文 那你就 因为你在中国 你是这样 那万一你要跑到国外 然后 然后出息了 跑到国外开发了 我起个中文名 谁认识啊 是不是啊 所以你尽量不要用中文啊 中文只是说你生活在中文的中国的环境上 你用中文你方便识别啊 但是不建议 你就记住人家的规范 这就是人家官方给的规范 啊 所以你在这就照着人家官方的规范来去写就行了 不能是特殊 其他的特殊符号不行了 除了下滑线之外 其他的特殊符号不行 你就加一句吧 其他的特殊符号 然后不行啊 然后包括道着符 加号 减号 其他的都不行 然后呢 那还有第二个啊 字母数字下滑线 然后刚才给大家提到了 然后还有其他的 需要注意吗 然后可有 虽然可以是字母或者数字 但是我写个EA行吗 然后等于100 哎 怎么还报错呢 对 人家又说了 不能数字开头 所以记住这一点啊 叫不能干嘛呀 数字开头 你要是数字开头了 哎 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啊 然后除了这一点之外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什么 不能 使用 然后关键字 然后它区分大小写吗 有没有区分大小写啊 所以我把这个注释起来啊 要不他他一直抱红 好 那在这儿的话 大家来去看啊 严格区分大小写 不能使用关键字 数字不能开头 一共就这些点 大家记住 然后那在这块 大家就可以看到 哎 这些是不是就给大家一些了 那哪些对哪些不对呢 只要我看到特殊符号 景 肯定不行 这个不是下滑线 不行 是不是啊 哎 然后有没有数字开头的啊 这个肯定不行 是吧 像有大写字母的这些行吗 行 是吧 然后大写的这些是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呢 下滑线能开头吗 可以 这个是不是肯定不行 特殊符号 加括号的也是啊 特殊符号 那印它行不行 对 它是不是属于关键字了啊 它是属于关键字了啊 所以啊 在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就记住这几点啊 拿几点在这块 就是刚才给大家列的这个 然后再加一个区分 大小写 大小写区分怎么理解 啊 是这样 我声明一个大A 等于100 是吧 我再声明一个小A 等于200 对吧 那我在打印A的时候 我打印小A出现的是多少呢 200 是吧 然后那他 我我在这打印大A呢 是200还是100呢 这个A会不会覆盖了前面的这个值呀 对吧 然后呢 所以啊 所以在这的话 我们运行 运行是这么运行啊 点右键 选择run 这个你这这这变量 变量就是你文件名啊 然后选择run变量 好 然后呢 他现在把结果是给大家放在底下的这个这个位置了 所以大家是不是只能看到多少啊 100 为什么是100 因为A就是A 大A就是大A 小A是不是就是小A了 所以不同的容器里面存的值是不一样 你叫大A 他拿出来的是不是就是100了 就是100 好 所以啊 我们在哪里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来去看的话呢 大家记住他的这个命名的特点 但是呢 虽然就这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 但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建议大家用一个字母吗 不会 你你写一个程序 通篇都是ABC A1 A2 ABC我用完了 我就开始用A1 A2 是吧 然后我又开始用 然后其他的 那这时候的话 那开发你就别继续往下走了 然后呢 团队开发 那个人知道你A1存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你自己又都可能迷惑了 是不是啊 怎么办 虽然命名是可以用A 但是适用于我们现在讲课 就一两行代码的时候 OK 对 但是如果你写程序代码多了 我们 然后呢 是不是就要见名 之意 对 然后你现在是不是就要见名 然后之意 所谓的见名之意 就是我看到这个名字 我立刻是不是就知道是什么了 你团队的人也能够立刻反映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就有见名之意 就说明 哎 我起名可能会长了 那长的话 你怎么就让别人能够很容易理解呢 比如说 我这样写 你看看啊 嗯 然后呢 我在这比如说这样写 get the name 然后by 呃 然后随便来一个by line 随便写一个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啊 我现在在这的话 什么都不给大家标 加任何的标识 而你的英文又不好 那你现在在这的话 一看到 是不是就是很长的一串 是不是一串字母啊 能见名之意吗 虽然也OK 但是的话呢 还是不很明确 所以的话呢 在python当中 刚才大家说的那个骆驼 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 这个骆驼 对吧 看到这个骆驼了吧 这叫驼峰式命名法 但是虽然可以驼峰 但是python啊 更建议大家用下滑线 什么意思 来看啊 然后呢 你看 get the name by line 是不是 驼峰是怎么来把他变成一个驼峰啊 因为我要知道你是一个独立的单词 你全部小写 我是不是有可能他俩就构成一个其他单词 是不是变变意思了 那这样怎么办呢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写 叫get name 哎 遇到一个单词 是用手这么大写一下 这一个一个大写 时候就相当于骆驼一个疯了 然后遇到by了 又大写一下 遇到烂了 又大写一下 哎 这样的话 我知道是不是就有四个单词所组成的了 啊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驼峰啊 呃 是命名 驼峰式的一个命名 好 那驼峰又分了一个小和大 什么叫小啊 开头第一个单词全部小写 叫小驼峰啊 叫开头 第一个单词全部小写 啊 这个叫做小驼峰 那有没有大驼峰啊 有 像小驼峰 我先说完小驼峰啊 小驼峰这种在python当中能不能用啊 也可以啊 但是在python当中啊 他更建议大家用什么呀 下滑线 你比如说啊 我在这来一个get name啊 然后等于随便随便附一个值啊 啊 比如说随便来一个hello 大家可以看到啊 大家大家在这一块的话可以看到 哎 命名上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是ok的 然后呢 那我当然by什么lan 然后呢 也是ok呢 然后因为通过这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 哎 他是干什么 通过去名字通过lan 通过行来去拿到这个名字 就是一读这个单词 是不是就能够知道它什么意思了 啊 好 那现在在这一块 我们说啊 在小驼峰这一块的话 python他其实更加建议大家用下滑线 就是别这样了 是这样来去写 但是单词长的话啊 然后你用一下这个小驼峰也没有关系 但是嗯 他更多你后边读文档就能够看到了 其实在他呃底层代码当中用的最多的还是下滑线 啊 所以小驼峰虽然可以 但是python更加推崇用谁啊 用下滑线 这个大家知道就好了 啊 好 那什么是大驼峰 大驼峰什么时候用 我说一下啊 其实大驼峰的话 有他专门的用的地方 跟下滑线还是不一样啊 呃 叫大驼峰 大驼峰在python当中的哪儿使用 就是后边我们讲面向对象的时候 面向对象我们会声明一个什么名啊 类名 类名我们基本上都是用大驼峰来去搞定的 没有小驼峰 大驼峰长成什么样啊 每个单词的手字母大写 啊 就叫大驼峰 啊 叫每个单词的手字母大写 一次类推就叫大驼峰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啊 在哪儿 大驼峰的话就是这样 first name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这块 f大写了 n是不是也大写了 嗯 然后呢 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呢 所以像这种国式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称作大驼峰 这就叫 小驼峰 啊 这就叫小驼峰 好 这是我们在去起名的时候 大家注意的 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你怎么来去起名 第一必须要按照官方的命名规范来去往下走 嗯 这个的话呢 就是不分任何国家和语言的 这是都一样的 啊 然后这是什么 这是他的规范 然后呢 接下来 然后我们在写的时候 单词比较长的时候 为了能够让大家能够见名之意 然后我们是不是有驼峰式下滑线式或者大驼峰式 嗯 然后里面还提到了一个词 哦 我把这个说完了 然后我就不说了啊 叫关 建字 那我怎么知道有哪些关键字啊 我怎么知道Python有哪些关键字 比如说你 我怎么知道int就是一个关键字呢 是吧 啊 然后呢 或者我们在这一块的话 说 那我怎么知道for就是一个关键字呢 对吧 所以他在这儿 这儿啊 就是文档这儿 然后给大家列出来了 关键字 啊 常用的关键字 啊 然后 对 然后呢 那在这儿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关键字 大家后边你学 后边只要我们Python基础学完了 自然你就知道这些全是关键字了 是吧 你像if啊 EOS啊 是不是啊 什么from啊 import啊 啊 return啊 try啊 well啊 with啊 class啊 break啊 这些是不是都是关键字了 哎 这些你就别别别起名的时候 别叫这些就OK了 啊 就不要起这些名了 啊 所以在这儿的话 后期大家用就能够记住了 就大家知道这些是关键字 你愿记一下的话也行 啊 你愿记一下也行啊 就是 就是混个眼熟 啊 混个眼熟啊 所以的话呢 这是谁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变量名这块了 然后所以你在起的时候 然后就一个单词就无所谓了 一个单词 一般我们都是这样写 什么name啊 ag呀 然后等等对着 就直接来去写就OK了 然后刚才他提到中文了 我补充一下啊 比如说我起个名字 等于啊 注意里面所用的符号全部都得是什么符号啊 英文的啊 然后我们在这儿来一个张三 嗯 好 我格式化一下啊 你看中文可以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阴影啊 是吧 这一块的话呢 说什么 非ask编码的一个字符在这块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他这个不是通用的 对吧 说我在这儿 这个叫叫 你可以认为叫黄牌警告吧 啊 给你报了黄色阴影 就是一个警告了 你走到这儿就要慎重了 啊 好 那我在这块就来一个谁啊 名字 是吧 我打一下 看这个张三能不能出来 看他会被报错呀 不会 所以黄牌不是下场了 不是你踢球 哎 把你罚下了 不是 黄牌就是一个警告 警告的话呢 往往不会引起太严重的问题 只能说你是不遵循我的一些规章了 或者你你你你踢球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黄牌警告啊 啊 你没踢过球啊 篮球的什么 什么警告呢 有啊 反正就是就是那些规则吧 你只要触犯那规则 是不是就一张黄牌了 嗯 啊 对 轻微的就是黄牌了 所以我这就是轻微的提示你一下 对吧 所以大家后期会经常看到这些了 但是这时候你就要留意了 啊 提示 留意 但是会报错吗 也不是说绝对的全部不会 也有的时候往后写代码也有可能会有问题的 所以 警告啊 就是这个黄牌 你只要记着 然后呢 就是给我一定的提醒 让我去去注意了 留意这块就OK了啊 好 所以这是给大家来去提示的 我们尽量不用这些啊 文件名也是如此 它的这个启名啊 这一块下午回来我们再说 下午的话我们讲这些啊 然后呢 呃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的 转换 是吧 然后再说一下输入输出 input呀 print呀 是吧 然后再说运算符啊 然后所以我们下午的话就是这一块 运算符我们肯定讲不完啊 运算符我们讲不完 可能要讲一部分啊 嗯 嗯